到底能不能敢在周杰倫有空的八月半演唱会 就目前时辰来看 预计七月底进行消防演练 这块八月报告就会出炉 现阶段远熊已将资料送消防安全中心基金会审查 针对举办非体育赛事防火避难应对作为 审查过程委员也提出意见 请远熊补充 如果七月底实际演练后没问题 由远熊将报告送市府审查 市府核定之后才可以举办活动 安全为第一条件 远熊则回应尊重全责机关 等待远熊通过消防安全验证 活动单位可洽远熊申办 而远熊受理之后需依法在活动前三十天 减负相关资料 体育局会跨局出审查 等于演唱会要办最快可能九月 因为被监察院周正末是台北大巨蛋公演唱会使用的施法性 连内政部也被点名 讲完强调已收到内政部回文 依照2017年韩式体育场馆 不需减负建筑技术规则 第127条规定 就是说办演唱会北市自己决定 但待完成的除了烧案验证 大巨蛋漏据问题 更不能再发生 毕竟谁也不想边看演唱会边陈伞 TVS小伙伦安贝也很常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